烦恼亲佛光的照业 立业了就能感受到 那么除这个之外 我们见到佛像 佛像是佛光的代表 我们读到经文 读到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光在照我 所以展开精卷 发喜充满 这个充满就是安乐慈善 这里面有一句 我们要知道的 那就是念佛的人 不信临终一念错了 躲着散脱去了 这样的人很多 不是少数 那他们如果念佛的功力 还能保持积分 有时候还会想到阿弥陀佛 他在卧道里面 卧归出身地 有时候也见到佛光 那那么见到佛光 他在卧道里面的苦 苦抱 就会前进 能得到暂时的休息 我们有理由相信 善悟到的众生 我们佛法的机遇 不比我们差了 人间天上特别是人间 哪一个人念佛 诵经 修行 没有回向给虚空发迹 一切苦难重生 我们天天都做 这个回向起作用 不是没有作用 我们自己粗心大意 没有体会到这个作用 如果烦恼亲智慧长 这个回向的功德 你就见到了 你能接触到 给我们信心 愿心 会增长 下面 念老颖 李赞的话说 李赞云 彌陀佛师尊 本法 身中 是缘 以光明 名号 学化 舍方中寸 前一缘 光明 无量缘 的 跟 触光暗 落月 是同一章 二十四章 四十八月 那是光明 名号 学化 舍方 那 是受众色 教化 众色 又如 观景云 光明 编照 舍方 世界 念佛 众色 摄取 博士 光明摄取 正值 第十四月 我们现在 念的这一月 日思光 者 皆得往生 古人 来生 我故 看起来 很容易 我们 在 弥陀 佛光 铸造 这种 从来 没有 见断过 我们 迷得 有多深 从这个地方 能体会到 一些 我们没有 感触到 佛光 注重 现在 我们应该 怎么做 那就要 学 海贤 老后尚 念佛 不间断 果然 真地 不间断 口里 间断 没关系 心里 都不能 间断 大师 知菩萨 所说 一 佛 念佛 一 是心里 有佛 心里面 想佛 二 念是 口里 念出的 我们要心念 口不念 没有关系 心里 常常念 着 常常想着 不定什么时候 你见到佛光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偷佛